We can and will overcome 分别送出100元 80元和50元的微信红包奖励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3号举行 距今天还有71天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有关选举方面的最新情况 8月24日也就是今天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开幕 会期4天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8月27日在白宫发表演讲 并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也标志着美国2020年大选进入了两党对决阶段 那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民主党党代会类似 共和党党代会也以在线的形式举办 只不过川普将在白宫接受提名 本届共和党大会的主题是向伟大美国故事致敬 每日的主题分别是希望之乡 Land of promise 机遇之乡 Land of opportunity 英雄之乡 Land of heroes 和伟大之乡 Land of greatness 总体上凸显爱国主义 那说完了共和党民主党这边 在8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美国前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和加州联邦参议员贺锦丽正式接受提名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党党代会的主题是团结美国unitingamerican 每日一个小主题分别是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领导力很重要 Leadership matters 一个更完美的联邦 A more perfect union 和美国的承诺 American's promise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民主党党代会啊比较务虚 没有实际的政策建议 强调美国要在民主 价值观 外交关系维护和国家治理方面步入正轨 修复美国的形象 而共和党党代会则主要聚焦川普支持者 尤其是白人选民 川普和他的竞选团队想要向选民传达的信号就是 爱国 爱川普主政下的美国 因为川普 已经让美国 再次伟大 那按照计划 共和党党代会主要致辞者有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川普的成年子女 副总统彭斯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 川普政府 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 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 和南卡 非议参议员斯科特 平民部分的将包括 伊斯兰国暴行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校园枪击案等 重要事件的 受害者 今天呢 我们还要聊聊美国的大选制度 小伙伴们在加入了公民以后 感觉终于有了投票权 这辈子啊 咱也来一次 我说话 我做主 可是这时候啊 有人就在旁边说了 哥们你一个纽约的瞎投什么票啊 反正早晚都是民主党的票 你可能就会大门了 为啥媒体要鼓励投票 又说我投了 没用呢 这个呀 咱们就得先来 唠唠美国大选的 选举制度了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 2016年上一次的美国大选 那我呢 先把数据告诉你 川普和希拉里最终 PK有一个人 获得了6500多万人的选票 另外一个人获得了6200万人的选票 差了大概300万啊 那你们猜这两个人谁是6500万 谁又是6200万呢 没错川普啊自然是那个获得选票少的 这也是为啥四年了有些选民还是放不下心结的原因 是不是觉得选票少还能当老大 那说明你已经get到了美国大选的第一个问题了 咱们先来话重点 美国总统大选啊不是民众直接选举 而是间接选举 美国大选的其实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各个州分别进行普选 就是民众的投票 这个阶段呢叫做普选阶段 但是呢这个阶段不对总统选举 起决定性的作用 而在法律上起决定性的作用的 其实是第二阶段叫做选举人 全团投票这是由各个州的代表组成的 他们的票啊叫做选举人票 全国一共 538张 获得其中一半以上的就是 269张选票的人就可以 获胜了 那这时候有细心的小伙伴们可能已经发现了 538是一个偶数 这个就有可能出现 平票啊 那理论似乎是这样的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操心 历史上呢只出现过一次 平票 这时啊会由国会的众议院来决定 看出来了吧 众议院比参院 牛就牛在这里 那538张选票怎么分配给各个州呢 说的直接 简单点呢 就是按人口来说 每个州至少有三张 当然 哪个州选票多 哪个州选票少也就 一目了然了 那么重点又来了 除了两个州以外 全美各州遵循少数 服从多数 比如川普在纽约投票中也有人投他 但是对不起 投民主党的多 那纽约的全票就给拜登了 委屈吗 肯定委屈 所以在2016年川普就获得了304张选举人票 在大多数州当中胜出了 最终 赢得了大选 即使他的普选票 其实比希拉里要更少一点 那我们华人数学好都懂得这其中 其实涉及了代数 矩阵概率等各种数学问题 所以赢了算侥幸 但也算赢的 实之名归 有人啊已经算过一笔账了 你要是巧妙的利用政策漏洞 只需要获得 22%的普选票 就能够获得全部的美国大选胜利 这就引出了美国大选的第2个问题 比如人口多的加州一共有55张选举人票 但是加州的人口呢有接近4000万人 平均70万人决定一张选票 而在人口最少的州 怀俄明州不到60万人就有3张选举人票 那就是20万人就决定选谁 所以啊加州的小伙伴们也别扭 咱们手中的选票啊 远不如人家其他州的选票值钱 那这里呢还有第3个不公平的问题 其实美国的好多州啊 投票给谁都有历史传统的 这被称为各个政党的票仓 也就是一开始纽约的小伙伴们纠结半天自己投票没用的问题 那通常来看一些经济和科技比较发达的大州是民主党的票仓 而中部广袤无银较为保守的农业区则是共和党的票仓 这两个地区基本上稳了 双方都不怎么看重 那剩下的呢则是兵家必争的摇摆州 大约有十来个 我们还是回到2016年那个大人小孩都爱的佛州就成为了希拉里的梦魇之一 当年德州翻红的阵势啊真是记忆犹新 有人用红膜海洋形容那一次川普的绝杀 这就完全凸显出了摇摆州的重要性 那你说今年摇摆州摆不摆呢 那肯定摆啊 要不然历史上叫他摇摆州 就是因为每次在大选前啊这几个州都相当的有看头 有时朦胧有时你追我赶的 当然在配上媒体不得已的撒谎吹牛 就让民众不到最后一刻 是看不到摇摆州的结果 也让美国大选在最后唱票一刻 还能保持着神秘和戏剧反转 所以以下点名的摇摆州的小伙伴们加把劲让他们看看 我们华人也能雄聚一方 有选票有声音 这些摇摆州啊包括 亚利桑那佛州 佐治亚州 爱荷华州 密歇根州 明尼苏达州 内华达州 新汉布什尔州 北卡 俄亥俄 宾州 德州 佛吉尼亚 威斯康辛州 至于其他州的小伙伴们也不要觉得自己的选票没有意义 首先呢你能让大家知道作为华裔选民你再说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其次上历史上红翻蓝蓝翻红的事件也是经常发生而且那是相当刺激 我们可不能让自己错过了这个机会 好了 今天呢关于选举制度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 转发我们的频道 点击下面的小铃铛 那如果您有关心的话题也请给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明天见